综艺阿姐全一凤在最新一集的《全听你说》三中卸下主持棒,转当受访嘉宾,分享了在北京的生活经历。 她笑颜在当地遇上了对自己有好感的追求者,但她都马上斩桃花。 全一凤解释,不想要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再交托在另一个人手上,当开始看到一点点缘分,或对方稍微努力和积极的表现,自己就退开了。 她也表示目前生活一切都好,不希望别人来打扰。 言下之意是对自己很满意,也享受单身生活,有工作和女儿即万事足矣。